真假美猴王后六耳弥猴代替了孙悟空吗 夜里唐僧默念锦箍咒 看到依然酣睡的悟空 他的眼角躺出了泪水 他知道六耳代替了孙悟空 从此唐僧再也没有念过锦箍咒 八戒再也没有听到大师兄喊他呆子 我就想问一问 说这话的人是谁 就问你怕不怕锤 真假美猴王 那一回的张杰明叫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宋红和六耳弥猴 本就是一体两心 从逻辑上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六耳弥猴 他的武力值可以打平猴哥 甚至连火眼金金这类 必须拥有特殊精力 才能有的东西人家也有 他让老君也拿烟去 去六耳弥猴了 不仅如此 连金箍人家也有一样的 这是如来佛祖的东西 一套就三个都用了 如来佛祖又偷偷造了一套 还有如意金箍棒也是 大雨治水留下的 天河底的神针铁 怎么 其实大雨留了两根 六耳弥猴和孙悟空 从逻辑上讲 根本就不可能是两个人 但这件事都有谁知道呢 地听大概是知道的 地听对地藏说道 外名虽有 但不可当面说破 又不能助力勤他 注意用词 地听的是当面说破一词 那为什么不能当面说破呢 你当面说破事实 指出六耳的真相 导致的结果就是 孙悟空被驱逐出取经队伍 但这样一来 如来的取经大演就难以完成 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六耳弥猴事件的起因是 孙悟空神狂诸草寇 杀了拦路的强盗 然后被唐僧狂念 然后被驱逐 但六耳弥猴上线 打了唐僧 要是真心打那一棒子 唐僧能不死 这在佛教戒律中 可是欺失灭祖的大罪 是要被开出佛门的 一阵闹腾 取经队伍崩解 取经任务几乎完全失败 所以当地厅听出六耳弥猴 就是孙悟空时 本想说 但最终还是给地藏出主意 让去找如来 还有一个证据 二侯到如来出争辩时 观音居然也跟着赶了过来 然后与如来一唱一和的 整出一个六耳弥猴来 结局就是 孙悟空得到了未来成佛的承诺 如来道 你休乱想 切莫放雕 我叫观音送你去 不怕他不收 你好生保护他去 那时功成归极乐 如意做连台 其实就是在告诉他 只要安心保唐僧到西天 就给你个佛干干 孙悟空从此在取经队伍里 几乎再也没有被唐僧打冒过了 地位大大提升 因为菩萨道 唐僧你急需是收留悟空 一路上魔障未消 需得他保护你 才得到灵山 见佛取经 再修称怪 这里是菩萨官方提醒唐僧的 调查结果出来了 打你的不是孙悟空 今天不管你乐不乐意 你都要继续收的孙悟空 而且以后不许再对他不尊重了 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如来对取经队伍的成功 是很在乎的 甚至不惜跟孙悟空一起演戏 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 孙悟空在经历了这次风波后 性情大变的真正原因 那至于后来取经路上 孙悟空频繁搬救兵 有人说是假孙悟空代替了真孙悟空 你看看他的三个队友就知道了 悟空一个人大闹天空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那取经路上呢 带着一个长生不老的诱饵 还有两个等着躺营的混子 要问那你呢 动不动就要撕票 要是我呀 我也要请外员了 哎呦你们